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在人生的古国有风又浪 时常害怕担心不怕前行 耶稣在我床上 我不停想逃亡 孩子我要为你一喜功劳 愿你充满信心怀着盼望 花香爱的神主迎接天堂 你总在我心上 我不曾将逃亡 耶稣感谢你为我平息风浪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去年新冠肺炎席卷欧美 死亡迅速蔓延全境 教宗方吉克3月27号晚间 在圣博多禄大典前 透过直播 祈求曾经在16世纪 奇迹地遏止 罗马大瘟疫的圣马测路堂 制胜十字苦相 也能在今日 亲手终止这一次 冲击全世界的传染病疫情 在这人类危机的时刻 教宗欲请世界各地的信徒 在精神上与他共同地祈祷 当晚 众人首先回顾了 耶稣平息风浪的事迹 教宗在讲道中 以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 比喻成出人意料之外的 狂风暴雨 突如其来 袭击耶稣门徒的小船 令我们措手不起 教宗说 暴风雨揭穿了我们的脆弱 教人看到 我们日常形成计划 习惯和优先事项中 虚假而肤浅的安全感 他揭露出 我们如何麻木对待 并抛弃一切滋养支持 以及把力量注入 我们的生活和团体的事物 因着暴风雨 一切的伪装 崩回倒塌 在现实里 我们全速前行 自以为强大又无所不能 我们贪婪地赚钱 任由凡俗事物来吞噬我们 任由仓皇匆促来困扰我们 面对天主的声声呼唤 我们没有停下脚步 面对世界各地的战争和不义 我们视而不见 甚至没有苏醒 教宗鼓励我们 要看见世人同一个身份 就是互为手足 在同一艘船上 暴风雨中 同舟共济 教宗也借此机会强调 信德肇使于 明白自己脆弱无力 需要救恩 一切看似 具有救恩力量的习惯与计划 不过是来麻痹人心 远离天主的伎俩 教宗传授我们一个制胜的武器 那就是祈祷和默默无闻的服务 祂要我们拥抱耶稣的十字架 以基督的勇气拥抱当前的所有逆境 暂时抛下我们对于万能和掌握的焦虑 好能给唯有圣神 才能激发的创意腾出空间 并怀着信赖之情 把一切挂虑交托给船上的耶稣 使我们摆脱恐惧 带来希望 在人生的每个时刻 特别是在磨难和忧虑时 我们都要怀着信赖之情 仰赖天主 2020年的8月9号 三中金祈祷活动中 教宗方几个醒赐了 耶稣步行水面的福音章节 那时候 一场暴风雨导致门徒们困在船上 教宗解释道 暴风雨中的船 是教会的形象 它在各时代遇见逆境 有时候饱受磨难 让我们想想 上个世纪 某些历史长久 又赶尽杀绝的迫害 以及今天 人在某些地方发生的迫害 在那些艰难处境中 人会受到诱惑 以为天主舍弃了自己 但事实上 正是在那些时刻 希望艾三德的见证 更加绽放光芒 教宗强调 有信德 意味着在暴风雨中 一心仰望天主 他的圣爱 他慈父的温柔 耶稣很清楚 我们的信德是薄弱的 我们人人 都是小信德的人 一遇到敌对的力量 会扰乱阻碍我们的道路 但主耶稣是复活的那一位 我们切莫忘记这一点 祂是一位历经死亡 来拯救我们的主 早在我们开始寻求祂之前 祂就临在于我们身边 我们跌倒时 祂扶我们重新站起来 使我们在信德中成长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